好,謝謝陳委員 請次長跟院長 請 趙偉好 次長好 我想中科院它扮演一個在我們整個自主國防發展裡面 非常關鍵的一個角色 那麼在去年整個法人化之後 當然我們是期待它的效能跟彈性的提升 能夠讓我們人才的流用 以及更多資源的運用 甚至是包括一些市商的機會 能夠帶動我們整體國防工業的擴大的機會 但是我們在整個商業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期待說不要過度的 當然我們對居民兩用的科技是相當重視的 我們過去也有非常好的研發的成果 居民兩用的技術同時也能夠帶動民間其他產業領域的成果 但是畢竟中科院它跟工研院是不一樣的 它還是以國防的需求為主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居民兩用技術 雖然包括我們立法院的預算中心也都提出建議 所以應該要有更多的民間的委外跟商業市商的機會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有一個priority 以國防需求為主 那這個主要的需求滿足 它有一些附加的邊際效應 那這些邊際的效能它能夠試上 它能夠有一些技術到民間來做移轉 這個當然都是大家所樂見的 但是不應該以民間的商業需求為主要的發展重點 那我是希望這個是在我們整個法人化之後能夠特別來注意的 那另外我的意見跟一開始黃偉哲委員意見 有關國防部長兼任董事長的這個問題 我的看法不太一樣 我認為這個兼任是應該的 為什麼會納入相關的法源 就是希望能夠確保我們整個中科院的各項研發 或者是主要的業務是確實配合我們國防上主要的需求 而不會發生我剛剛提到的這個憂慮 這個過度的商業化 而是確實是以我們整個國軍發展 我們自主國防研發來作為基礎 所以這樣的一個人事上面即便是個掛名 我想我們包括董事會的機制都應該要強化 我們確實能夠達到國防自主的需求 但是我想今天也有幾位委員提出 像我們整個基礎科研的經費是不足的 那我在看雖然幾年前還沒有法人化 但是像民國100年舉個例 至少我看到的資料裡面 科研計劃就達到60幾億的規模 現在卻只剩下20幾億 我相信我們是有能力的 那也希望國防部在這個方面能夠確實達到 我們基礎科研也沒有基本的科研 後續的這些軍種的委託案其實也都生不出來 這個其實還是最關鍵的 是不是在這方面能夠國防部在下年度的預算編列上 能夠確實做強化相關經費的合播 來滿足我們基礎科研的需求 這個貴委員報告 我們在105年的預算裡面也可以看出來 反映出來 事實上我們也認為科研的這些預算編列 有助於中科研提升他自己 將產相關研發的能量 這個部分我們相對性的 我們也認為是有必要的 所以這方面在105年的預算可以反映出來 那你們現在國防部所規劃的 這個科研的規模大概是多少 我們是以中科研它年度的預算 比方說今年年度是232億 那它以它3%左右的額度來算 好 我想這個方向我們是樂見的 我們有很多的專家也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麼另外除了中科研之外 我們國防部在現有的編制內 還有一些其他的相關的研發單位 像我們幾位委員去參訪的這個 海發中心 像左營 我舉這個為例 因為它是我們國建國造一個相當重要的 那我們這些其他的 現在還在國防部機制內的研發中心 要如何的來跟我們中科院做人事上面的 或者是各種研究上面的交集呢 其實跟委員報告 就我的認知 我們的海發跟中科研是非常密切的聯繫 定期的有開座談 定期有針對相關議題來做相關的討論 那相關的技術資研 相關的人力 相關的資研方面也都有在相關的規劃 所以說這方面軍委員放心 那除了海發之外 其他軍種 你還有沒有其他相關的研究機構 現在還是在軍中 跟中科院在配合的 這個軍備局 我們軍備局還有一些 生事中心等等相關的單位也有納入 我想這個 我們上次去參訪海發中心 我們有很多的人才 那這些人才 其實如果在軍中的體制內 其實會到一定的服役年限 那這個但是有些年紀稍大一點 其實就勞基法65歲以下 都還有科研可以投入的人力 以及對國家經驗的累積 訓練忠誠度等等 是不是在這個人員的建制上面 能夠有更大的彈性 雖然國居內部的這些機制 是還畢竟還是以這個 我們現在的陸海空的服役條例相關的限制 但是如果說現在中科院有更大的彈性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在人員 人才的流用上面也做更好的一個配合 是 這可以 是 我們會配合 這個也是我們爭取的一個目標 好 那另外 你們今天的預算裡面 有提出一個 我覺得很納悶 你們有一個分擔金 在行銷及業務費用裡面 裡面有一個項目是兩岸交流會議 那中科院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這個自主國防 我不曉得為什麼這個領域 你還要再去跟兩岸交流 它現在是我們的敵對國家 它現在是我們的威脅來源 我們今天要面對它 你還是去跟它交流個什麼 包括我們沒有參加交流 你沒有差交流 那你預算還編了 這個是參加經濟部的科參計劃 裡面的車市中心 工業院還有金屬中心 公務我們四個人有一個電動車的研發計劃 然後是他們這些其他法人要去參加這個展覽 但是這個預算來源是經濟部科參計劃 所以當初是分攤 那就應該在經濟部去做處理 你中科院去跟人家參加這個幹嘛 因為這個經費來源是從經濟部來的 所以基督署他們有一個期望 就是說大家法人分攤 因為分攤這個費用 所以我們是分攤這個費用 但是我們沒有參加 我們也沒有人去 也沒有人去 沒有人去 沒有人去 我們不准去 不是 你現在既然法人化了 你的預算上面應該要有一些自主性了 然後還去跟經濟部 你的多數補助來源都來自他了 你還去拿他的補助 再去回饋給他去分擔 我想這個邏輯是很奇怪的 那麼最後我想今天也很多委員 我們在關心這個 你巴黎航空展 當然你這個雄風系列的飛彈 天空飛彈 你不然去展示也好 但是我想在現實層次上 現實的層面上 這些系統真的要去授出 是有困難的 有困難不是因為它不夠好 不是因為大家對它沒有興趣 我相信很多國家對它是很有興趣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面對很多國際的現實 包括這個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等這個其實包括美國政府在內 其他國家持續的在關切 當然我們要維持我們的自主性 跟我們自我需求的認定 而且我們也不是它MTCR的會員國 但是我們其實還是要基於我們 未來是有很多外購的軍售項目 是有需要符合國際相關的規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近期內 還有沒有相關國家在關切 但是我想我們如果做一個軍事力量的展現 我們科技研發的成果的展現 當然是正面的 但是我們實質上要去開發商機 要去增加我們中科院對外銷售的能量 其實還是要有一些比較可行的項目在那裡 我想這一點大家都應該是認同的 我們也鼓勵啦 也希望支持說我們在這個不只是自主國防 我們也能夠開拓一些國際上面的主要的商機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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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 感谢观看